立委高金素美服务初16号前往江湾部落三站部落进行会刊 邀请了中华电信、台电、华丽县政府来了解有限杂乱的地方 是否会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安全 而透过了会刊作业来确实做好电线收整的规划 在部落的街道上各个单位有限林立在电线港当中 可以说是相当的杂乱 为了提升部落的生活品质 村民们并且向立委高金水澄清反应 16号立委高金素美办公室助理 现言成本人服务处助理 吉美村长田广珍、中华电信、台电、华丽县政府等单位前来会刊 现在很多村民一直提议说 我们那个电线都非常的杂乱 然后会影响到他们可能一些安全 所以我们这次有请我们高金素美立委的助理 然后还有我们先议员陈美莲 还有中华电信 然后还有台电跟公所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 目落里面很多的线一直到处的交叉 一直乱晃 会当村民会觉得比较会有点担心 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电 那每次可能台风来或者是有些电线有掉落的时候 他们怕会有伤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那这是非常感谢我们高金素美立委 还有我们议员陈美莲 也很重视我们部落的事情 那也愿意把相关的单位都会请来来检查我们整个部落的线路 去做整个调整跟整个整线的动作 今天村长田文正表示 波尔人口越来越多了 大家穿坐在街道上 而一旁的电线有相当多的单位进行串联 为了做好一方的工作 邀请大家一起来检视是否维系到村民的安全 希望透过会看来作业 但波尔不仅美观来到这里也会相当的安全 记得收看订阅我的频道